說起西亞的籃球強拳 除了大家熟知的伊朗 越南隊同樣也是 備受矚目的禁旅 儘管包括了 越南雙星阿巴斯 道格拉斯 以及規劃洋將懷特 都沒有出席這次的瓊斯杯 但公布的12人名單當中 有9位是2013年亞錦賽的班底 實際上依舊不容小覷 儘管一下子少了3名主力大將 但今年29歲的娜加爾 有多次參與國際賽事的經驗 也是越南陣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戰力 除了有老將坐鎮 越南隊這次也有3位90後的年輕球員 顯示希望借重 像瓊斯杯這樣的國際賽事 能夠讓這批年輕小將 好好磨練一下實戰經驗 其中身高206公分的胡賽英 是這次越南陣中最高的球員 今年也只有24歲 而連同他戰內 越南隊這次共有5位球員 身高超過200公分 在高度上還是佔有一定的優勢 回顧越南隊過去在瓊斯杯的成績 2007和2008年可說是來到了最高峰 當時在阿巴斯與道格拉斯聯手 加上楊將懷特禁區破壞力十足 讓他們完成了二連霸 一直到了2009年 中東強權伊朗參賽 也毀了他們三連霸的美夢 只有的表現更是一年不如一年 最近三屆的成績分別是第五名 第八名以及第六名 今年以準國家隊的陣容出征 就是希望能夠捲土重來 再創佳績 結果越南隊在身材上似乎佔有上風 但對中華籃板兩隊的成績來說 不必太過擔心 因為包括在亞錦賽 以及亞洲杯最近兩次國際賽事的交手 都是由中華隊拿下勝利 更別提這一次瓊斯杯 我們還享有主場的優勢 相信只要能夠保持平常新應戰 要從越南隊手中取勝 應該不是難事 《未來體新聞》張建宏 王德馨 綜合報導